大家好,我在业余时间种了一个万寿菊,非常的万寿菊的功能非常多,大家过来看看这万寿菊长得可好了,很简单,万寿菊只要在超市里面,我当时在超市里面买了个苗,然后现在长的花开的非常多,非常艳。 最近我们发现了万寿菊长有个非常好的功效,它可以强身健体,可以年年益寿,可以驱除病虫,还可以消炎止痛。 我们今天就采了两朵花,采了两朵花过来去做了一个茶,大家可以看,我们是用万寿菊的两瓣花做了茶。 看看,这是做好的,做好之后我们今天,刚刚已经喝了很多了,跟小朋友一起喝的,然后这是我们放在那个自信里面的茶,现在吃生意一些了,这是那个已经吃好的茶。 你们发现,万寿菊喝出来的茶味非常清香,不用放热喝糖,往上很多地方传说万寿菊是臭味,其实一点臭味都没有,我们这万寿菊一点臭味都没有,而且完全分香的味道。 就用两瓣花洗干净,放在这个盆子里面煮出来之后,然后喝出来,哇,味道好好诶。 嗯,我家的小朋友和我一起增强,他多喝了好几杯的,我们就用一个锅煮了这个一大碗的,一大壶。 好,希望大家多种一些万寿菊,强生健体,多喝万寿菊花茶,多喝万寿菊花茶,嗯,好。